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诊者居家医疗服务 金融市长林友昌也宣布 金融已经交给中央无症状或轻症确诊者的居家医疗照护计划 希望中央尽快核定即可上路 本土案例接连破千例 以轻症或者无症状者居多 金融核实跟进新北市实施居家医疗照护计划 市长林友昌这么说 我们是在现有的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的基础上 来强化对于没有症状 或者是轻症的确诊者的生活照顾的服务 这是在原本的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已经有的 而且已经做了蛮成熟的这套系统上面 在网上面再加 所以它还是一样可以去把它运作起来 那对于生活照顾的一个服务跟支持 可以得到这个整个的一个照顾跟帮忙 另外第二个重点是在居家医疗的部分 那我们是整合了医院还有基层的一个诊所 那最主要就是第一点是跟我们金融的长庚医院来合作 在这个远距的医疗的这个服务上面 另外是跟基层的诊所来合作 那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跟基层诊所的合作的话 我们可以就近的在这个无症状的这个确诊者的居家的附近 比如说他有熟的这个医师 然后或者是熟的这个诊所 本来就是在服务他也习惯了 我们就近去做这个直派或者是安排 或者是没有熟的医生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推介 然后来就近的提供居家的医疗的服务 还有这个居家的医疗关怀 那所以我们是把医疗的这个医院的部分 跟基层诊所把它做进一步的一个整合 另外是执行的一个对象 我们目前规划的是优先执行的对象 是符合CDC所定的这个资格跟条件 那首先是优先执行 我们把它锁定在三类人 第一类人是居隔期间应转养者 第二个是解隔前应转养者 第三个才是新增案例中没有症状的这些确诊者 那因为本来他就在居隔期间 那居隔期间还要采检 那采检他本来就在家里 那采检之后呢 因转养 那这个就不要动他 让他继续留在这个家里面 当然他要符合CDC所评估的 相关的这些条件跟要件 符合资格之后 其实他就留在这个原家户里面 来这个进行这个无症状跟轻状的这个 这个治疗 或者是关怀的这个服务 另外解隔前我们还要再做最后一次 现在是做快筛 那如果万一是解隔前 他应转养 其实他已经是到整个的这个病毒 他的一个发作期的最后面 那理论上是他的感染力 其实也是这个比较低的 但他还是我们法定上的 必须要去处理的这个确诊者 那这个对象 我们觉得也可以把它放在 这个无症状或者轻症 确诊者的居家跟医疗照顾的 这个计划里面 就不要再动他 那另外最后一块 可以优先执行的对象 就是新增的这个这些案例 来做处理 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想法是 整个规划好之后 我们会设立一个 针对无症状跟轻症者的 在家医疗照顾的服务的专线 那这是一个单一的窗口 市长林又昌说 接用室已经准备好 就等中央核定之后 就会实施 记者黄少民接用报导 而连续这两天 本土确诊个案超过了一千例 让不少民众心惶惶 也因为这样 大家纷纷去药局抢购快筛试剂 导致部分地区传出快筛试剂不够 金融市长林又昌也跟着向中央喊话 表示所剩不多了 希望能够紧急调拨五万计 全台本土案例 接连两天都破千例 传出各线市快筛计都快用尽 金融市长林又昌说 金融剩下几天的用量 希望中央尽快拨补 我们现在市政府手上有的一个快筛试剂 所剩不多 大概还够几天的一个使用 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中央能够尽快的来拨补 因为疫情的一个关系 我们也提出紧急的一个申请 希望能够紧急的给我们调拨五万计的快筛试剂 针对民众关心小学发放快筛计划 刘昌也提出了说明 在还没有打疫苗之前 我想快筛是一个能够提供给小朋友 监测自己健康的一个方法跟方式 所以我们希望小学快筛的计划 能够来试办 这个我们已经跟中央来提出申请 目前还没有回应 我们也非常希望中央能够尽快的核定 那从日前我们提出来之后 从校园端 老师端 还有包括家长端 反应是非常热烈 大家也非常的支持跟肯定 觉得这个是对还没有打疫苗的小朋友 是一个正确 而且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 所以只要中央把疫苗拨下来 我想我们有信心能够在学校里面来推出这样子一个新的防疫的这个做法 林游昌说计划经过中央核定之后就会马上发送希望从校园家庭端有效防堵疫情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而基隆的确诊案例突破了百人 因为假日加开的疫苗战是相当的踊跃 市长林游昌就宣布了 基隆港务局大型的施打战这两天会继续开放 让民众接种 另外仁爱市场成功市场及安乐市场 都出现了确诊者足迹 但考量确诊者都是轻症 不会像去年一样要求全面修饰 基隆市确诊案例突破了百例 都是轻症居多 市政府假日加开了大型施打战 民众很踊跃 就用市长林游昌宣布再加开两天 因为这两天疫苗施打的民众非常的踊跃 那昨天跟今天排队的人潮其实蛮踊跃的 所以我们也跟这个医疗单位 还有基隆港务公司来协调 那市长也在这边宣布 我们在港务公司的疫苗集中施打战 我们将会再继续加开两天 我们在港务公司的疫苗集中施打战 我们会再继续加开两天 那同一个时段呢 就是从早上的八点半到中午的十一点半 另外就是下午的一点半到下午的四点半 那请有需求的民众 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 而这一波疫情确诊者多为轻震 足迹也出现在市场 市长林游昌说将不会像去年全面要求修饰 但个案商家需要卸业三天 那菜市场的部分 所有的摊商都依照政府的规定 至少都已经打了两剂的这个疫苗 那甚至多数也都打了第三剂 那第二个是今年的疫情的状况 如同刚刚报告的 绝大多数都是无症状或者是轻症者 跟去年比较多中重症的一个情形不同 所以我们不会 我们现在并不会去针对 这个有确诊个案的市场 包括公有的市场 或者是我们的果菜市场 还是Kamartin的一个余事 来进行全面性的一个修饰 现在并不需要这样子做 不过有确诊个案的这些商家 我们的一个SOP的一个做法是 我们会请他们休业三天 会请他们休业三天 那确诊者以及密切的接触者 我们就会匡列居隔 然后也会要求该店的所有的员工 必须要去做这个PCR的一个筛检 那另外我们也会建议 他们在这修事的 休业的这三天里面 对环境进行全面的一个清销 然后这一个 因为它为什么是三天 因为他们去裁检之后 PCR可能是隔天才会出来 或者是他们今天发现了有确诊者 但是今天没有时间去完成裁检 有可能是明天 那明天做PCR的裁检的话 要后天才会出来 那所以如果是休事三天的话 到了第三天 PCR的结果一定会出来 那如果是阴性 如果是阳性的话 那就是走确诊者的一个SOP 相关的一个隔离或者是疫调 然后去做收治 另外就是如果是阴性的话 那就副业继续开店 没有问题 刘昌常呼吁民众足迹和确诊者 有重叠的部分 就要注意自己健康 有状况就要立即筛检 才能够有效的防堵疫情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道 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 进行总会长交接 新会长由郑锦州接任 而前总统马英九 特别来到现场祝贺 感谢大家一起提倡运动风气 一起健康久久 这个总会长交接地理上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会领袖 齐聚一堂 而前总统马英九说 他很喜欢运动 感谢大家出钱出力 一起来推动台湾的运动风气 尤其是郑锦州总会长 真的是为台湾体育 来奉献行李 很多老朋友好朋友 因为家福兄八年前 这个接下这个工作 那个时候 这个人都休市会长 现在换回来要换回去 你们觉得一定要流流下去 没有 很高兴 这个各位都是从事 基层体育工作非常积极 也有很多成果的人 能够来担任这个工作 我相信一定可以把基层的体育活动 办得更是有虽有色 总会长 汪辉理事长的大力支持 还有二十个先制体育会的理事长的支持 我们每年办理各种大活动 都西办西对 都游览这来参加这些活动 在这地方更要感谢我们 尼佑昌林市长 我们这么多的大活动在基隆 基隆市政府大力的支持我们 来配合我们的跟教育处 来配合我们办理这么多活动 在这里感谢 希望我再来接中华民国 先制体育人总会会长的时候 我们能和基隆市政府 和体育署来配合办理 更好 让大家来运动身体会健康 谢谢 郑敬州表示 他是基隆人 会继续争取大型的体育活动 来到基隆举办 为在地拼经济 全国的万人建国 全国的五亿载眼 还有我们的全国表扬大会 全国新住民的活动 很多很多印尼有将近八项大活动 而且也非常谢谢 我们的这些大活动 由二至三项都在基隆办 为基隆比全国建筑在基隆 就是将近有两千万的经济效率 因为基隆的理设餐厅都客满 因为有一百八十几台云轮车 从各县日来基隆这边参加建筑 在那边住宿 记者王日生 基隆报道 你就是老板人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缴使用牌照税啊 做好防护啊 减少原接触比较好 缴纳使用牌照税根本不用出门啊 使用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业者的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多元缴纳管道 让你防疫缴税都安心 也太方便了吧 一百一十一年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看安心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欢迎回到中文家新闻现场 基隆的疫情未降温 努力3月15号是财神爷圣诞日 基隆慈云寺一大早就有不少信众 请来帮财神爷祝寿 庙方准备了发财归 民众纷纷释手气 希望能够在财神爷的保佑下 拔到圣不威 把发财归带回家 财神爷圣诞 基隆慈云寺一早就有信徒 全都是来补财库 帮自己的财运加持 又是逢农历15日 虽然疫情未降温 但信徒依旧很虔诚 前来拜拜 就财神爷喜欢吃甜的 喜欢吃甜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甜食给他吃 然后今天是因为他圣诞 他祝寿蛋糕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不然就寿陶了 就大家平安 然后就是家里也做生意的 柴园滚滚这样子 你都会来卖吗 对对对 那求什么 那个五路财神就是求财神 求那个财路 信徒准备了财神爷最爱的甜食 还有饼干 还不忘带着财库金来神明面前 希望能够补补运气 正确的财方 他们是方法是 他们拿那个发财金 写上他们的姓名地址 来求那个财运 还有那个水果 饼干都可以来拜 需要成亲成意都可以 都可以来拜 不一定要 那这个 受命归是我们那个 庙方的成意 要他们来求 普通都是这个米菇 比较多 发财金代表了财源广进 金融池云市财神殿 还有一座重达70公斤 40多年历史的金元宝 信徒拜完财神爷 摸摸金元宝 添一点香油钱 希望为自己带来好运 也是我们那个财神殿 一个很醒目的一个大元宝 就是这个求财 大家都来摸一摸 不一定啦 随意啦 随他们的意思 我们也不 我们实际是不强求 人家捐多少 信徒准备了财品祝寿 今年回来还愿民众 比以往多 桌上摆满寿桃 答谢财神仪的庇佑 所以我们每年在财神殿 都有送民众 他们来求 都有这个花财 花财龟可以带回去 有很多人 去年来求 都有来还愿 疫情的关系 经济都比较受影响 今年来求财神 蛮多人 人不少 早上更多人 所以说 虽然疫情的关系 可是我们庙里也很受规矩了 信众也没有说减少多少人 荣历三月十五日 是财神爷圣诞 民间习俗为求财日 这一天求财转运最佳时机 不少信徒前来祝寿 希望财神爷保佑大家 虽然疫情未趋缓 但信徒分流来拜拜 也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记者 黄少铭金融报道 世卫时代资讯爆炸 如何提高警觉 分辨真假讯息 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中家宽品吉隆 特别到中山国校 宣导媒体试读的观念 搭配有讲真答 全校学生反应相当热烈 要判断真的或假的 看就是要判读 为了培养学子 面对讯息要具有判断 真假的能力 中家宽品吉隆 特别来到 吉隆中山国小宣导 透过各种主题的短片欣赏 让同学了解 要查证讯息 网路上看到的帅哥美女图 不一定是真的 大家看这个题目来 来念一次 那等一下 答案是 不一定是真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可能是什么 盗用 盗用 对 你呢 你觉得是 假头像 从哪里来假头像 批图 批图 你也知道批图 中家宽品吉隆的讲师 也提醒学子 不要任意转发讯息 尤其是散播疫情的假讯息 不但可能罚钱 还会涉及刑责的问题 在有讲问答时间 小朋友都踊跃举手发言 互动相当热络 现在媒体试读的这个课程呢 真的是对小朋友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在呢 每个小朋友都人手一个手机 那很多的讯息呢 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要去查证 不知道要去求证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儿童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必须要去让他们有这个媒体试读的一个素养 让孩子从小就知道 对任何的讯息 我们都要去查证 那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 有这样一个那么活泼 用这个卡通的这个形式 让小朋友能够深入浅出 然后还有有讲真答 我看小朋友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这样生动活泼的一个教学 非常好 就是之前呢 在我的line上面网站有看到一个陈时中 最近疫情陈时中说 那个端午连假过后尽量不要出门 日期是6月25号 这个却是去年的端午节日期 但是呢 今年的日期是在6月3号 所以我们下次看到这个 这种假讯息的时候 记得先去查证 然后你觉得可以用 假设你看到一个假的讯息 你觉得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能可以去查查看 有 现在line上面都有一些官网的官方网站 可以去查 查询上面就有很多了 可以用 麦高盆的软体可以去查 然后line还有 台湾的讯息查证 所以以后就是看到 就是看到讯息的话 一定要先去查 不然到时候被骗 小朋友们分享自己曾经看过的假讯息 也在第一时间判断不能轻易相信 透过这堂媒体试读课程带来的观念 也更加深了学子的印象 大家一起做个聪明的乐听人 记者陈淑平基隆报导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成立教育部北区地方创生推动中心 以地方产业为焦点 吸引人才回流 协律师杨宗鸿在苗栗县卓兰镇 积极推广地方创生策略 与地方农友座谈 协助地方改善缺工 及因定型造成工作不变 与成本增加的问题 导入无人机的技术农喷 很受农友欢迎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北区地方创生推动中心 两年来共培育12位协律师 除了提升在地创生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外 更让协律师实际走进乡村 落实所学 新技术的进入 节省了农民来的时间 更能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 盘点地方资源与困境 提出适当可行的策略 两年来12个乡镇提出了49项的议题 131个建议对策 改善地方产业条件与环境 如果说能利用到这种科技技术 然后减少他们的工作负担 然后可以增加收入当然是最好的 对 所以其实站在国农的立场 我们也是期望说 这个技术能够发展广大 然后为能分带来更大的效益 以卓兰镇来说 这里主要作物有水梨 柑橘 葡萄等 但镇内的地形 大部分是以山地丘陵为主 在地农民除了要面对极端气候 产销与能力不足等 农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之外 更要面对地形造成的工作不变 与成本增加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是有无人机 我们现在带进行的科技进来 然后我们会用无人机 然后调配我们特制的花粉的容易 然后就是飞机飞上去之后 全面的受粉 因为我看你那个山里面还有坡 一朵一朵太辛苦了 无人机不受地形限制与高效率的优势 提高了高阶龄的种植效率 并降低了人工与时间的成本 经过几次试验后 农友都认同无人机带来的帮助 我们接下来主要受到了农民的肯定之后 我们很期待的就是说 在佐兰地区能够普遍的把这样的一个 无人机农喷能够广泛的使用在佐兰地区 那因为广泛的使用之后 就可以去收集到各种的这些农业资讯 包括气候 包括图囊 包括无人机的这些资料 我们都可以做一些收集 那收集之后就可以做一些大数据的分析 分析完呢 就可以帮助农民在挑选更适合的气候 更适合的天气 然后甚至更适合的这样的一个 药量剂量来做农喷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农民节省更多的成本 也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益 促进了我们产业的发展 那有了一个很好的产业发展呢 也就能够达到我们地方创生的一个目标 让我们青年人能够在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发展机会 他们愿意留乡 海大将无人机的课程导入卓岚高中 课程设计涵盖了法规 机构设计 飞行原理 程式设计 实际操作等 理论与实作并重 原本招收30位学员 最后增加到60位 可见这课程相当受到欢迎 教育部希望培养我们这些的协力师 来到地方是看到更全面性的地方问题 我们的投入其实我们都是四个配角 最后任何的地方的事业发展或产业在进行 都要地方人头 未来规划完以后 我们退场以后是由地方接手 地方创生需要长期生根 计划主持人张文哲教授 期许地方创生中心的协力师 优化地方产业条件 增加新的就业机会 期盼让青年 有机会在乡村成家立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 正向防疫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 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 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 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喔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 正向防疫